好 回来之后我们今天的第二课 继续要这个新竹的大秘宝要开挖 大家太想看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 每次有大秘宝呢 这个流量就特别高 大秘宝里面藏着什么 藏着我们的钱嘛 对不对 不是说这个政府超征税收吗 要不要还税于民 其实在这里就是啊 大手大脚花了这么多钱 有没有问题呀 解密咯 高宏安 新竹市长25号就要就职了 在25号当天 他会请辞立委 那他接受了访问 接受了访问 讲的很多很完整 证实新竹大秘宝 什么大秘宝 就这三大件 就这三大件 我们来看 接受这个专访时候 他说会彻查 先以这三大件为优先 就是没有错 那个新竹棒球场 没有错 那个官浦国小 还有这个哦 这个讨论比较少 但是金额是最高的 儿童医院土地变更 据说高达百亿耶 这些也不够十几亿 这些百亿哦 但他也留个余地啦 不会先定调说是工程有弊端 然后注意哦 重点来咯 民众成亲如雪片般飞来 听到这里民进党林志健 有没有觉得毛毛的 背后觉得凉凉的 另外民众说 包括总图挖展演中心 重大工程也应该要深入了解 什么 好来三大秘宝 高宏安亲自告诉大家 上任之后优先这三大案 来咯来咯 重点来咯 民众陈情雪片般飞来 有没有在里面闻到很多很多 不寻常的味道 总图啊 展演中心啊 说不定不是三大秘宝 四大五大十大 都有可能嘛 那这个阵容也排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司法界的 这个蔡立卿 还包括这个地政的专家 两位 也进到这个市府的团队里面了 那在专访当中 他还说 曾经动念找黄珊珊来担任副手 最后为什么没有呢 然后你看看这三大 目前他要先查这三大秘宝当中 其实季大使 前面两个我们之前都讨论过嘛 新竹棒球场跟官浦国小 这个官浦国小 真的是盖得美轮美奂 但很不实用 因为怎样 没有棒球 没有这个 没有运动中心啊 没有这个操场啊 你有看过小学没有操场吗 孩子怎么办呢 走廊当中跑来跑去 请问毕业典礼怎么办 还要借别的学校 去来举行 但是人家的预算 也从两亿到十六亿 十六亿竟然没有个操场 六年盖不完 适可忍孰不可忍 棒球场更是 棒球场根本 在全民的眼前 因为林志坚 谁让你好大喜功 蔡英文找来了 这个球赛举办了 就一下子球员就受伤 这个受伤 损失惨重 这个就不用再讲了啦 比较少谈到的 倒是这个儿童医院的土地变更案 这个部分 看起来会不会是大密保当中 No.1 最大的那个密保 是不是这里 这个讯息不多 11月24号选前 26号叫选举 24号的时候 柯文哲直播说 有人密告 新竹有几条土地变更 超过了多少 100亿 这个如果是真的话 他恐怕比什么棒球场 关普国小 这些加起来都还要多 100亿 土地变更一下 就这么多钱 然后林志坚越选钱 马上就驳斥 柯文哲想要抹黑新竹事例 马接儿童医院 柯建民也说 儿童医院如果有弊案 可一枪毙命 就赶快拿出来 赶快讲 柯文哲觉得莫名其妙 我什么都没说 对不对 我只是说 我只说这个土地变更而已 你怎么突然就告诉我 说是这个儿童医院 这是怎样 我什么都没讲 你是不打自招吗 不打自招 那这个新竹马接儿童医院 唤起下大家记忆 这是台湾第一座 由地方政府用BOT方式来筹建 这个花了八年的时间 启动营运的时候 也是总统亲自来到现场 小智主政 蔡英文的爱将 只要小智有成绩 一定是这个蔡英文来到现场 那当然这个讯息并不多 那有这个司法强项 有这个蔡立青来帮忙查 查不查得出来 其实也是很困难 柯文哲上任的时候 不是要查弊案吗 不是也讲得轰轰烈烈 到现在都要卸任了 查出什么没有 也没有啊 但11月19号 高宏安造势会上 同党的李国璋也说 就是要查 查到底为止 这个部分当然对于他的 高宏安目前的这个 所谓60万的这个 贪污案好像也形成了一种 微妙的平衡 大家是不是一个相互制衡 相互毁灭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怎么看到 高宏安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特别就告诉大家 我们本来想说这个密保 到底是什么东西 高宏安讲得很清楚 就这三大 这三大吓死人吧 吓死人 我要给高宏安这个 给予鼓励 肯定 其实他掌握到现在我们社会的一种心理 台湾社会 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民进党政府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执政的 不公不义 贪腐 事实上真的已经 这种积怨 已经快要爆发了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他今天要为台湾的社会 找回一点公平 搞回一点正义的话 我觉得都会让这个社会感到非常振奋 而且给予这样子的政治人物 给予他肯定 高度的肯定 所以我觉得他抓到了社会的需要 我们社会的心理 他掌握了 那也显示说 高宏安自己心里面 还有一丝公平正义 那么他觉得 全是政治的人物 不是只在那边分赃 不是在那边分配利益 不是在那边中饱私囊 而是把那些分赃 在那边不务正业 中饱私囊的那些害虫 这些政界的这种 这些最肮脏污水 把它从这个政治里面 把它清洗出来 我觉得他应该要做 一个是他的背面 这些我想是全民所望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是不是有点保护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意思 因为他现在陷入 这个60万的贪污案的 这个案子里面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 这三大密保 我看一丢出来 会不会也让 假设这个司法系统 真的是遭到 这个政治力介入的话 会不会比较谨慎一点 会不会步调 就不要那么快了 会不会就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当然这端视 端视这个高宏安 有没有那个本事把这三大密保查出来呢 对不对 现在这个交接从10月26号 这个高环胜雪那一刻 拜托到交接12月25号这天 这么长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你觉得那些涉案的人 不会做些什么吗 人家柯文哲当初聪明 智商如客文哲那么高的 都查不出什么 高环能够查得出什么吗 我觉得就看他会不会用人了 这种事情 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 查案办案 然后行政程序 行政的相关的规定 这一定要内行的人 所以他一开始 找一个检察官背景 我觉得就走对了第一步 另外他的地震处长 也是有经验的地震处长 因为这个都很牵涉到这些地震 那我还是建议他应该找一位 有调查局背景的 调查局背景 调查局背景 不要会征讯的 不要会查案的 而且了解这个 整个的行政程序 行政流程的 不过这些案子要破案 都非常简单 我认为是很简单 你认为简单 其实破案有的时候 我们看很多案子 好像很困难的 为什么会破案 很多破案是 有人提供资料 有人来检举 像以前我们在从事 这个贸易的时候 常常说这一家的厂商 他的原产地证明是假的 你平常在审原产地证明 你不可能每个都看 可是有人会来检举 为什么 因为他妨碍到别人的利益 那你现在这些 你这些棒球厂 你为什么给这一家 你只给这一家 一直给这一家厂商 那其他厂商就觉得不公平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 他今天高宏安 就是要让人家对他产生信任 就是说你要来查 你要能够查出点名堂 不要你也查不出来 我们提供资料的人 跟你一起沉下去 一起被报复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让 整个的社会 尤其这个新竹市政府相关 被剥夺了权益的 像我们是 我们是也不能算吃瓜群众 我们是在看这件事情 可是很多的在这个工程圈子里面 过去被林智坚隔在外面的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明明不符合条件 这不是根本就出了问题的 为什么老师他得标呢 那请问一下合法的厂商 购制个厂商 他作何敢想 所以这个任何的事情 你不公 不义 必有人怎么样 会吹哨 必有人会怎么样 会鸣鼓而公之 所以我觉得他要摆出一个 非常怎么样 第一个决心 决心很重要 你不要半途而废 你不要像柯P一样 你办不下去 我觉得林智坚的案子 以我对公务机关看 我觉得林智坚的案子 比那个柯P当时要搞成 那个十大五大比 好办 好办 对因为林智坚很无能 无能 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林智坚非常无能 而且他是靠中央 靠这个 他的这个师父 这位柯建民监生 帮他一手遮天 你一看他论文 那么多破绽 他这些案子 应该也会有很多破绽 他破绽太多了 同理可证 而且他做事情的话 连他下面再怎么做 他都不知道 他每天就会摆一个post 然后把头发梳得油光光的 每一张都看起来 长腿欧巴 对到处带着 他的专业摄影师 然后到处带着 只会这个 那这种事情 他也不晓得轻重 而且现在我也不晓得 他也不知道他走过什么路 可是如果行政程序 不完整的话 就已经构成他犯罪的 一个好理由 有些很多公文 他如果是用他写论文的方式 来写他的公文 我觉得林智坚的案子 一点都不难做 而且他胆大妄为 胆大是因为无知 有的在犯罪的人 因为他为什么胆那么大 他无知 越无知的人胆越大 所以他这个其实 我觉得高宏安 就坐等人家提供证据 这个案子都可以办得 有下下叫 对所以在这里就呼吁线上 如果有这个朋友 当时在这个圈内被排挤 遭到不公平待遇的话 这个可以把讯息寄给辣碗报 好不好 好那当然这个高宏安 此刻深陷在他的这个案子当中 贪污罪 如果他应该会被起诉 那他说我不是贪污犯 也不认为这是个耻辱 那本来是侦查不公开 大家都知道嘛 但很奇怪 这个禁周刊 一大堆的独家报道 写得好像在旁边一样 他说侦查不公开 变成了侦查必公开 这被揭露的内容 不时把我妖魔化 特别是 我们昨天有详细 跟大家讲这一段有没有 不是吗 这个禁周刊里面写一段 什么这个检察官说 这个高宏安有恃无恐 反正意思就是说老神在在 这个大家问他就说 你要吃什么变档 他说我吃素 然后吃完素还说 你这个变档好好吃 在哪里订的 看起来好像一副 这个心情很好的样子 看了就让大家觉得 高宏安真的是很傲慢 或者是很蛮不在乎等等 那问题是 这讯息谁放的呢 高宏安说当时在那个现场 只有他跟他的律师 总不会他们两个三八 把这个讯息丢给 这个禁周刊吧 所以那要不然 就是检调放的 自己人 把它放给媒体 检察官订便当 问有没有忌口 我只是说我不吃牛 然后呢第二个官再问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不吃的 他心里想我也不吃辣 可是不吃牛不吃辣 这样讲怕人家太难处理 所以他干脆说呢 我吃素就好 但这个白痴对话 也会流出去 而且加了很多 形容词的一些描述 你看看这个禁周刊的 独家爆料嘛 对不对 这独家爆料好多还有 但这个真的是有点瞎呀 没有看到真的有点 噗哧一声笑出来 所以21号 北基站密讯高宏安的现任 还有前任助理 那前主任就是个PTT红人 神龙Z9 吴达伟也在列 三个助理最后没有移送 到这个北检负讯 为什么 因为北检跳电 原来因为跳电 这个跳电 那天罗志强 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骂得很好 他说问大家想想看 六年前我们台湾 有像这样每天都跳电吗 你知道那个真的是 抑郁打中了很多民众的心脏 大家想说对呀 六年前我们有这么多服施吗 六年前有这么多诈骗集团 六年前有这么多的 因为求职 而什么被人家这个断手断脚 有这么多的一个案子吗 其中有个跳电 现在连北检 没有附讯 就是因为北检跳电 这个理由会不会也有点低 有点 现在不要讲low 现在比较流行的讲法是低 要用中文讲 不是讲我们中间记者 你怎么那么低 对不对 然后呢 2020年 吴达伟向立愿申报 秦礼入账月薪五万块钱 但小兔的账本 实际薪资是零元 20号又报道 高宏安岸岸岸岸立法院 岸岸岸补助的办公事务费 汇入他的指定账户之后呢 就只进不出 巴巴巴 清朝刊好多的独家 所以按照这个高宏安岸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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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去这个现场的 是媒体在外面拍 是有拍到他们的身影 所以也就表示 他们连他们几点要去 什么时候出来都知道 所以会有媒体在现场埋伏 不然调查局谁会去那边守 所以这些线索 我想为什么只有特定媒体拍得到 因为检调希望透过媒体的声音 让这个议题能够继续热 继续热 继续吵 然后检方起诉之后 定罪率会高 因为我不断的把案情暴露 大家还记不记得 比如说像什么 以前灵异式事件或是什么 各种这种涉滩的案子 你会发现媒体报道了很多很多 最后你在起诉书 或是一审的判决书都没有 都没有 然后甚至像以前 有一个很经典案例 他们现在都说什么 60万交保 定罪一定有罪一定起诉 陈明文2012年 涉入一个大普美的一个弊案 然后100万交保 起诉都没有 不起诉 然后300万交保的张花冠 起诉了 结果无罪定业 所以交保金额 跟有没有罪是两回事 但是这当然是要看高宏安 实际上他司法里面的 涉入的程度 或是说这个检方 或是未来法官的认定 那这是高宏安要去面对 那我补充一下 这个大秘宝的这个部分 那个里面提到一个展演中心 展演中心 我去看了一下 他那个预算表里面 他有一个叫 因为他整个展演中心 只有800多张座位 一个他想要办一个大型展演中心 结果你只放800多个座位 这也就算了 800多张座位 你知道花多少 预算里面是花多少钱吗 1728万去 做这800多张座位 平均一个座位2万块 空间 2万块 我不知道这个行情合不合 合不合这个逻辑 这个也许有比较懂的网友 还是电动按摩的 可以评估一下说 这个一般我们去 这个就有点像是在我们那个剧场 或是说像演艺厅 里面这样的座椅 一个要2万块 那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看 到时候高宏安他们 有没有办法去查出一些端倪 那这边我补充一下那个 那个因为那个林志坚跟那个 罗志强的这个政治现金 对这些都是跟这个新族相关的 所以我们都把它放在这边 这个这个为什么有梗的原因是这样 两个都是要选桃园市长未税 对参选未税嘛 对最后没有去登记 可是依照选办法 就是你成立了政治现金专户 你没有去登记的话 你得要在这个申报 申报结束的 你的里面的金额要全部用完 对呀 你没有用完 我告诉你你没有用完 里面的这个金额是要缴固的 是会被国库没收的 罗志强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新闻啊 罗志强当初公开五天账户 他就说已经超过一千万了 我没有要再募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去查了监察院 他总共有 你知道那几天啊 五月份他总共四千零八十九笔捐款 四千多笔啊天啊 总共就是一千多万了 然后他总共他当然关占五天 可是后面还会有陆续有人捐 他就陆续大概从五月十二号到五月二十七 大概半个月 他的那个整个有收款的间大概是半个月 零至间那个账户开了一个多月啊 对 结果只有五万块 五万块 没有那五万块是支出哦 收入只有一万多块哦 五万块便当都不止吧 骗人的啦 我讲这个就是做假账 典型做假账 但会不会也太扯了啦 你会不会加个零吧 不然有一种可能 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收入 我全部先用返黄 再请他们改捐给郑运棚 就是最后要到郑运棚那边才看得到 这是一种 那我的支出也全部转嫁给郑运棚 就最后可能都要到生命棚那边 你五万多块 你那一个月你光看他一个行程 聘一个随行助理 薪水就超过了啦 你光一个助理的或是司机的 那我就请教一下 林志坚为什么会这样报 他不知道吗 他没有选举过吗 就乱报啊 就已经随便了 反正我会经 反正我没有 反正我正常我回不来啦 反正我学位都被撤销 对啊 我是战犯 你拿我怎么办 我就摆烂 我就摆烂 所以今天我有两个对比 你就比较出 一样都有字 两个字 谁比较 情怀比较高尚 谁就是摆烂 这个很明显 我们再给小事一个赞 又再次秀出一个下限 平平都是智 两个完全不一样 跟新竹有关的 真的啦 这次选举 10月26号这个投票 大家真的 新竹真的是留下太多太多的悬念 包括我们看到 这是民进党最大的破口 就是学位嘛 那这个民进党 我们昨天不是公布了 24位这个立委的名字吗 我全部都给大家念了一遍 24个一个都没有漏掉 大家要记得 如果忘记的话 麻烦上网补课 看看有没有在你的选区当中 大家要记得 他们提案什么呢 就选举公报当中 以后可以免登记学历 你可以自己选择 要不要登记学历 其实反向思考 如果不登记学历的 就表示怎样 应该是有问题 要不然大家都约好 都写小学毕业好不好 那这个林伟舟呢 也很调别 他就反向思考 他提了个修法 只要学位撤销 跟救驾判刑 终身不得参选 来来我们来投票一下 你赞不赞成 学位撤销 终身不得参选 那照这个说法 蔡世英啊 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林之间 还有GG 但你不用参选啊 直接入阁就好了 对不对 直接入阁 官位更高 王伟说动摇 国本不挨 不妥 那我都想要写流程盒 太粗暴了啦 这个超跑 为超跑们量身定住 经常这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 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 这一瓶哦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 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